哈囉 大家好 歡迎光臨 我們今天就要來一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把我們的King給他抽出來啦 那我們上一次基本上已經抽到 只剩下我們的... 25抽就可以把我們King抽出來喔 那今天我們也把我們的體力都先留給King 因為我想要趕快把他升到比較高的位階 然後趕快讓他上場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抽一下King 那我們這邊因為哲平都會有買禮包的習慣啦 所以我們都會把我們限制招募券的禮包給他買一買喔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限制招募券是有98張了 那我們只要抽我們的25張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King給他帶回家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先來單抽5次喔 看一下會不會出什麼奇蹟 我是希望這25張可以再給我另外一隻SSR啦 然後來個深海王或是什麼東西的話那都好 阿修的多少錢也是很OK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先來單抽5抽 來第一抽 拜託拜託拜託 該來個深海王了吧 你天空王跟地底王還有我們那個... 黑我們那個誰 疫苗人都出來了嘛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來個那個...深海王了吧對不對 好 背心黑洞 再來是 背心之虎 哈哈 兄弟都來了是不是 哇 好啦 你們不要再來啦好不好 不要再來啦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隻啦 最後一隻的話就是我們保底的 到底是SR還是SSR呢 我最希望是SSR啦 拜託來吧 金色的 我求求你 唉 好吧 GG 又是我們的那個天空王 不是 來個深海王好不好 不要再來一個天空王了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快速進行啦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主要目標是在練一下我們的KING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KING的一些攻擊方法喔 好 我們還有20抽 我們就把它抽完 10次 來 拜託 該來個黃金的了吧 拜託 來點好運吧 黃金的黃 馬上開始調查 唉 黃金球還是這個彈簧壺啦 噢 My God 彈簧壺又出現了 來個黃金的吧 沒了 好不好 好 最後一抽 唉 我們這次真的還算是滿慘的咧 不過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的心態調整不正確啦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跟我講說很好抽 可是我後來發現 呵 我不該有這種想法喔 我要 我要 我要有那種就是我原本就會保底的那種想法 所以我們就 就拚到底吧 好不好 沒差 反正我們還是可以拿到KING 好不好 Nice 然後剩下的我們的卷子的話 聽說下一隻就是我們的那個 下一隻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殭屍男吧 好不好 唉 他們沒有辦法啊 所以我們這次基本上180抽的話 是獲得了一隻疫苗人跟一隻弟弟王 好不好 超沒用的 呵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把KING給他領出來吧 我沒有隱瞞任何事情 是使用 使目標崩壞兩回合 受到傷害增加30% 所以這一定會讓他崩壞的吧 感覺是這樣子喔 然後 並恢復自身80%的攻擊力 加10點的生命值 好 第二招 KING走到場中間 恢嚇全體敵方 進而使敵人陷入恐慌 封鎖兩點能量一回合 同效果存在時按最高值參效喔 同時恢復友方全體50%攻擊力 喔 所以是加攻擊 然後又可以讓別人有一個 那個就是 debuff的效果喔 所以恐慌的話還算是不錯 那二星的話咧 所以是幫忙加一個額外傷害的感覺的招式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樣看起來我還是不太懂 這隻角色到底厲不厲害喔 我覺得真的是要實際用過之後才知道喔 不過他算是一隻比較偏輔助的角色啦 就是他不是一隻攻擊角喔 他就是一個能夠幫大家加一些東西的這種類型的角色 所以大家的話基本上 就是算是一隻輔助角色 大家可以讓他上場看看喔 而且重點是他又可以 他其實這種S級英雄的話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會有一些能夠跟其他隻英雄搭配的一些就是 聯組啦 因為聽說好像聯組是要你上場之後才會有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都可以抽一些這隻角色來試試看 先把他升起來 我們現在留很多體力給他阿 呵呵呵呵 我們目前來說就是全部灌在他身上阿 希望他可以升到高等一點點喔 好 沒問題 我們後面的應該都留蠻多勳章給他升上去的 哇 這邊就缺了一點點 好險 哇 這不夠了欸 這高級陣加1這個不夠了 完了 目前來說我們只能這樣子了 不過 讓他上場的話應該幫忙加BUFF 所以他也不是一個主要的輸出手 所以應該是也是可以幫大家增加一些不錯的東西吧 我覺得 我們現在只有40等欸 嘿嘿 這樣可以上場嗎 沒關係我們再慢慢練好不好 這個沒辦法了 然後先給他限界解除 我為了要給他限界解除 所以我最近都沒有在升那個 升文少女的東西喔 好 這樣的話就把他那個用出來了 沒關係 地上最強開啟了 這個 那我們的King的話 基本上裝備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加個速度裝吧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給他裝個那個 速度裝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速度裝 我們用一下那個 升旅 升旅套裝好了 但是我們的升旅套裝基本上沒有什麼那個欸 就蠻可惜的 我們升旅套裝是沒有什麼那個 沒有什麼那個紙裝的 所以就沒辦法給他裝一個就是比較厲害的一個裝備 反正我們就讓他就是盡量速度加快一點 物證的話 大家說把那個 把原子武士換下來啦 那我們就 把King換上去吧 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King的威力 好 上去了 原本是6-7 然後變到6-4-3-1-4-4 然後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這樣是要讓他在後排 在前排欸 感覺他在前排的話 應該也 也會馬上被打死喔 OK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下那個 火眼金金啦 好不好 馬上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把他練起來啦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這樣帶上去的話 整體的那個能力有沒有往上提升 如果有的話應該就很不錯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在把他提升之後看他的能力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火眼金金是誰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 King超能力這邊好了 然後 然後龍卷在後面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的陣法好不好 來 來看一下King的威力 到底是如何 好不好 來來來 我們先手動一下 我們第一回合是先那個同弟 然後二速變成是King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速度也是有所提升 應該還算不錯 好 然後 恫嚇全場 來看一下喔 封鎖能量 就讓他沒辦法開大招 嗚呼 欸不是阿 可是 他會扣一滴血你知道嗎 封鎖能量所以他下一回合是沒辦法開大招的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就是大家在打PVP那些來說的話 應該都很OK 所以他待會兒會普攻打我們 其實有些打我們BOSS 比如說我們的一些BOSS會先開等級 出來打我們那些招式 你就可以用這招然後去封鎖他的技能點 他是不是每一回合都可以封鎖他的技能點 他可以讓他永久不開大欸 所以打某一些關卡真的很不錯 比如說現在打火眼金晶的話你看 像我們現在他現在又有兩個能量對不對 再恫嚇一下他 恫嚇他他就沒辦法開大了 有沒有 他恐慌就會封鎖他的大招 所以他永遠不能開大招欸 哇 哇 永遠不能開大招的話 真的在這種關卡或是在我們打 那個英雄插怪來說的話 真的會很OK欸 就是他沒辦法開大招 他就沒辦法用大招來消你這樣子 還算不錯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直這樣子 普空威脅普空威脅 然後打死他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就是那個厲害的之處 不過比較尷尬的就是因為 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是沒有那個原子武士的追擊 所以就是要打的就是要比較小一點點 有沒有看他這樣就沒辦法開大招了 封鎖大招之王啊 然後我們記得要把氣留給那個就是 King跟那個 會比較OK一點點 很OK捏 那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那個了 他暈眩的話我們就那個 我們就直接那個 補空就好了 讓我們這個 飛彈發射 很OK欸 但是感覺起來的話呢 輸出那些應該都還沒有起來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等一下把他練起來之後就可以知道到時候能夠用什麼招式來打他 因為感覺他還會幫忙額外加攻擊力的話應該會很不錯啦 但是目前來說還感受不到喔 好 沒問題 反正就是可以看一下 因為像 目前來說因為剛剛大家都看到我們深海王的話 他一拳的那個大招是可以直接把我們角色給打死嘛對不對 所以 你就盡量就是封鎖他大招就沒問題了 很OK 所以 他算是一隻 沒有攻擊能力的角色 但是他可以就是 幫忙就是 增加很多的一些那個就是 限制能力的感覺喔 還算是不錯 好不好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來 來體驗一下啦 我覺得 他也不用抽到那麼多隻 因為他主要來說就是一個 算是幫忙輔佐 就是讓對面王沒辦法開招式的一個角色喔 那在PVP上面運用來說的話 如果他是能夠封鎖全體的話喔 我覺得應該 會還蠻猛的 好不好 他就一開然後全體都被封大 他會很爽欸 我們待會去看一下他是不是能夠封全體大好了 如果他可以封全體大的話 就代表那個 第一回合的話 我們封住他們的大招 我們就可以來開一波那個 大招流這樣子 所以難怪別人會說要把KING的那個就是 那個速度調到就是比較頂啦 因為你調到頂之後的話 你可以讓對面就是 沒辦法開大招 好不好 那就會很猛欸 真的會很猛 好不好 來 我們可以開招式了 繼續機械臂亂打 來來來 NICE 可以 哈哈哈哈哈 欸這個 很猛很猛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先把他的那個練度提高 好 我們去打一下 那個競技場看一下喔 先讓他們上場 上場之後的話 這個KING放這邊 這個放這邊 這個放這邊 然後同地放 欸 欸 喔 原子武士這邊 OK 這邊 應該是可以 好 我們就這樣打打看 這樣子的話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贏喔 我們來挑一下有沒有 比較弱弱的組合 我們先打這個看看好了 看一下攻守他能力會變甚麼樣 我目前來說都沒有甚麼在爬PVP啦 因為我都是拿來解任務而已 但是現在的話他應該會直接把我們給打死欸 因為我們KING在前面 機械臂亂打我兩招就掛了吧 因為我們KING的血量很少 感覺好像還好喔 喔 不 喔 格檔 格檔 阿 不是 我跳過了 白癡我贏了 我按照跳過了 唉呀 沒有讓大家看到 可是我剛剛是順利的贏了沒有錯喔 我再看一下 再打一下這個我老爹的粉絲好了 我們只要速度比別人快的話 應該就可以封他大招 來 我們這邊同地的速度是比較快的喔 蠻可惜的 阿 這個模式是自動的啦 所以你也沒辦法做甚麼任何事情喔 你只能決定要不要開那個技能而已 黃金球 好 我們沒死 沒死的話我們就可以那個 來 先動賀 然後 封鎖他們大招 這應該有欸 有封 喔 有封一條火啦 他不是封全體那個沒辦法開大招 但是 如果是那個甚麼 如果是那個在我們的一般的那種P 就是我們一般打關卡上面的話 他是直接封兩個那個對面的王的技能這樣子喔 還不錯 我們這邊把他技能封掉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我們就可以瘋狂開大招這樣子 還行還行 而且還會有那個額外傷害 啊 啊 呵呵呵 OK捏 我覺得是OK的 只是 我們的速度真的是要比別人還要再快一點點會比較OK這樣子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他來就是限制全場 這還不錯的 我覺得 只是他速度再調快一點的話 應該就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績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 來自殺一下好了 我們來打一下 更前面的一些角色 這就太高等 打這個好了 打這個Ginwong好不好 來看一下能不能打贏 好 這邊童帝仙 童帝仙的話我們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機會了 因為我們的King在前排很容易就被打死了 好 沒死沒死的話就有機會喔 然後看一下那個黃金球囉 黃金球只要不要把我們打死就沒問題了 他也沒氣了吧 他有 他有 他等一下 沒死 沒死沒死 哇 死了 哇 死了 沒關係 可惜可惜 好不好 但是我們這邊應該還算是OK的 哇 剛剛那個帝王鬥克開下去的話 應該就很OK了啦 但是 可惜沒有 好不好 但是我們這邊呢 輸出還是布隆小巨 好不好 有沒有 哇 你看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直接把他們直接給閉掉了 有沒有 歷史新高 創起來了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有測試了我們的PVP 還有測試了我們就是打一般副本的那個招式喔 那我覺得打一般副本的招式的話 是能夠去限制網的一些大招的開起來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那PVP方面的話 如果我們的速度夠快的話 應該是可以去封鎖別人第一回合開大招的那個次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就是 很快的就是 封鎖能力之後我們再開大招 然後把別人給幹掉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的話 算是還滿好玩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黑卷的話 如果又想要抽我們的King的話 都是可以去抽抽看的好不好 但目前來說我們King只有44等啦 44等的話就可以協助我們打PVP的話 我就覺得還算是一隻滿厲害的角色 可是如果他可以活久一點的話 應該會更好一點點囉 好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King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喜歡我們King適合我們的哪些裝備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看法囉 那適合哪些隊伍也可以分享一下囉 那每一小時到時點鐘 我是H2點個晚上 我就幫我晚上七個晚上 記得點鐘的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然後請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